2024年4月17日,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了《大熊猫福堡》的第二篇隔离日记。 时间跨度是12号到16号,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福堡公主,精神饱满的花式炫饭,竹笋,窝窝头,胡萝卜,苹果,福堡的食欲可好了。 最可贵的是,福堡已经开始探索外场区域了,室外活动量正在逐步增加呢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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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點贊、訂閱、轉發哦!